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撇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反彌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贊、分享和訂閱,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今次就說說這個瓜角 台灣叫做瓜角 即是瓜地馬拉,危地馬拉 危地馬拉是甚麼事呢? 之前他們的咖啡產品被禁止進入大陸 當然理由未有出來 我相信應該是和產品質量或有甚麼病重害有關 現在他們未在一起調查當中 當然了,原來 現在台灣就說,不用擔心 我們佔的份額很大 大陸不買,沒關係,沒關係 但是不知為何瓜地馬拉,危地馬拉 這個友邦 他就很緊張 大白Sir 不用緊張了 知不知道為何不用緊張? 已經禁止了 因為他的份額已經被 第二個國家 巴西頂了 哎呀 之前說得很大 沒有義氣 巴西沒有義氣 粉骨仔 還有 這個自由時報 你知道陸媒肯定說得很大 他就說 瓜地馬拉,即是危地馬拉的咖啡 在台北市的佔有量是百分之十 但是他又不敢說 在台灣,不僅是台北 在台灣的市佔有百分之十 點一三 他又不敢說率是多少 他不敢說多少錢 他不敢說 以你的皮性 你的德性 如果是厲害的話 你還不帶我大股嗎? 是啊 我也這樣說 咦,你們啊 你看看台積典 你看輝彈 黃仁勳 哦,說得大一大 你們的皮性 黃仁勳是厲害的 但是 你們說到超過教主 其實我看到西方有很多人不承認這一點 當然現在AI是很差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好像 是Steve Jobs 整件衣服出來 全世界跟著他 是一個發佈會呢 我覺得黃仁勳 跟他比就有些差距 還有 你知道 黃仁勳的魅力 好像是在台灣比較多的 你看看 在外國人世界 你也可以問問外國人 你也可以問問外國人 是比較印象深刻一點 還是黃仁勳 是這個 是Jensen 還是 是Steve 是Steve 是吧 他們說這個很厲害的 這個 危地馬拉 咖啡 最搞笑的 你說得這麼大 其實 危地馬拉第一大的 咖啡出口地 也不是台灣 是第四大 還有你說得這麼厲害 現在巴西就頂了 危地馬拉那個 巴西 這個是南美的媒體就說 哦 危地馬拉的咖啡 就不能出口到中國大陸 OK 原來馬上 巴西就說 那裡有 巴西咖啡也出名了 原來巴西的副總統兼 發展工業貿易及 服務業部長 他的部長名比較長 就叫做 奧克明 他說 我們已經 簽了一個很大的合同 和中國 哦 你記住 一間公司就是瑞幸 很厲害 瑞幸很紅牌 是 火紅 是 瑞幸跟瑞幸簽了 一間公司也5億美金 大哥 你說得這麼大 對呀 之前我們說過 這個紅刀拉斯 他們叫紅刀拉斯 兩千萬美金 沒錯 你看人家企業 在做多大生意 對吧 很多人說 很厲害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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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價格 你覺得 別人 這個紅刀拉斯 他沒有計算過 自己的蝦的產業 是會有 魔動嗎 就是你認識嗎 他計算其他東西 可能有好處 這樣就這樣搞了 原來巴西 很厲害 是副總統親自和瑞幸 也叫國家領導人之一親自和瑞幸簽 瑞幸 有幾間環門市呢 你可以說是少的 一萬六千間而已 一萬六千間 也沒有誰敢說是少的 你知道 現在 是巴西咖啡的主要進口商 根據雙方剛剛簽署的協議 瑞幸 將會購買12萬噸的巴西咖啡 這樣就5億美金 當然原來2023年全年 巴西在出口多少錢呢 巴西出口了2.8億美金的咖啡 但這次瑞幸一個合同就5億美金 厲害 除了 跟瑞幸簽協議之外 巴西 還會跟中方簽署一個協議 將會在 上海的楊浦區建立一個貿易和投資中心 因為這個區 擁有 知名企業 好像 其他抖音那些 也是很有名的 因為抖音那裡也有分工 在巴西出口東敦出局 出眾局的推動之下 雙方也簽了12個備忘錄 打算提高巴西在中國的市場 而且南美媒體就說 那你危地馬拉 其實 有些人問是不是你特意為了巴西放棄危地馬拉 不好意思 你不是他邦交國 你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國 巴西邦交國 那是不是有幫優先 有幫優先 你也是對的 你們經常這麼說 有幫優先 是啊 唉 不過這個台門 他就很囂張 我們是他們第四大出口地 而且說 能夠在我們台灣那麼激烈競爭市場 一直之地證明了危地馬拉的咖啡很高質 是你 對岸的人沒有口福 大白Sir 又是看到那種 世界中心論 在我們這裏你可以可以就行 其他地方不用都行 有時候 我也很想問一句 資訊何來呢 我也是不知道 不知道 當然 危地馬拉的學者反而 非常無實 那些學者反而無實 原來危地馬拉的學者就說 其實現在 中國肯定會繼續強調自己一個中國的政策 如果再這樣緊跟台灣地區 中美關係之下危地馬拉成為一隻棋子 他就呼籲國家 清醒 小心點 不過他的清醒的意思是 不要有中國夢 不用擔心 沒有中國夢了 因為現在你去不了那些東西 他說你清醒 很危險 而會成為棋子 中國也是禁止了危地馬拉的咖啡豆 和 這個 夏威夷稿 即是津子 我想廣東話應該叫做 的進口 也是 其實不是很多東西 11個貨櫃 他就說是 盛傳 沒有證據 你不要說 盛傳11個貨櫃 沒有辦法靠案 當然中方未有具體傳明 我覺得之後是會有的 這一連串事件 其實在瓜地馬拉 即危地馬拉 的學術界 和媒體引起了發酵 危地馬拉知名的國際學者 亦是接受自由時報的 什麼事 哦 那就批評了 之前 哥斯達尼加 他們哥斯達尼加 薩爾瓦多 和宏都拉斯 的例子來看 北京當局的承諾 是短期利益 而且買通了政客 令到他們可以向選民交代 不是向選民交代 正常 搞笑 就說要和中國建立關係 即是指北京 但是這些選民 什麼都不知道 如果這樣說 你中南部的選民什麼都不知道 別人都可以這樣說 中南部的選民很多都是不知道的 如果只看陸媒的報道 你真是相當之麻煩 世界得頂 是嗎 之前不是有些 西人的KOL說過他們 沒有什麼國際視野 沒有什麼國際化 沒有說錯 這是事實 沒錯 原來他們也說 你這樣不行 那些選民不知道 通過 和中國貸款 亦都接受中國的投資 亦都接受經濟援助 其實 壓上了國家的未來 最後因為 你們的短視 急攻近你 而成為了 中國的囚徒 你真是 即是大陸 只是你是軟視的 你就不是囚徒 是嗎 對於這個 挂地馬 即危地馬拉的人士主張 和中國 強化經貿關係 陸媒計劃 和大陸做生意 只是少數人得益 這麼搞笑 少數人得益 但是真正結果 危地馬拉國內市場 就被中國延價商品 淹沒 你不要整個東西都套下去 危地馬拉很多東西 其實產品很多東西都買不起 他當時跟台灣說的 因為中國 出口這些產品 由於不符合國際勞動標準 不說人權 又是說這些 搶逼勞動? 馬拉之前都被人投訴過 他不說人權 所以他是以低格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其實是沒有經思考的 好像之前說的 Touaru 陶魯瓦那些 人權 基本的 其實他們跟隨西方那套大陸上 真的 不經思考 要搞好人權 選舉 民主 之後呢 我就考慮給你支援 我明天要 明天不行 你先搞好 你先搞好 然後我先觀察一下 中國大陸不單控制拉美國家的金融經濟 更將矛頭對准了戰略基建 港口 抗業 發電廠 因為他們這些搞基建能力強 你自己說 你自己說 他要推動中國在地緣政治的戰鬥爭 和美國抗衡 中國說無所謂 你肯投資就來 有沒有人阻礙你 這個瓜葛 危地馬拉和台灣保持關係 好像一顆半腳石 這樣 所以 說真的 危地馬拉的體量 他搞你也沒用 真心說 你還回過立陶苑 是不是 所以 禁止這些東西盡口報復 也凸顯了 中國是不尊重國際貿易的規則 台灣又不讓大陸的企業做生意 所以大陸就要報復 當然你說得很大 在我們這裏 你知不知道一切地就證明你行 是嗎 即是古早味 有古早味 古早味 即食店用這個 作為一個 招牌、一個桌頭 其實你的東西好吃 在我這裏 好吃的話是不需要用這個 真的 不會故意強調古早味 好,這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拜拜